敢在连胜文公布参选之前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他抢先召开了记者会 他指控连胜文他借由站台来拉抬股价 可能已经涉及了内线交易 而周玉寇呢还引用电影《华尔街资浪》里面的台词说 希望尽管会调查连胜文的资产到底是怎么累积的 这一位连胜文 这一位是中国大陆精卫医疗集团的主席 甘元先生 他在大陆的政商关系良好 拿出连胜文与大陆精卫集团主席甘元合照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替报连胜文替自己投资公司站台 疑似拉抬股价 更借由TDR挂牌坑撒散户 连胜文出席法说会 对外宣布他不排除要正式参股意态 这家公司当即从82块钱 两天当中拉抬到接近100块钱 2月24号宣布参选的时候 他所拉抬的那一支金卫TDR股票 在上个礼拜非常诡异的连续涨停板 抢在连胜文宣布参选之前 周玉寇先开记者会 拿出资料准备齐全 批评之认为创业第一代的连胜文 资产全靠股市不当利益累积 如果他过去只是连战之子 只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常委 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在这些股价的操作上面 发挥自己的名人效应 对于连胜文可能涉及的内线交易 交办如果交办的结果 连胜文没有内线交易 还他清白 让我们的选民可以好好的抉择 如果有依法就办 马主席不可以面对连家就怯懦 点名尽管会调查 更呼吁青年至上的马总统 应该借助了解 周玉寇更强调每月一报 要连胜文有所解释 选在绿营网络媒体平台发声 面对连家舰队来势汹汹 周玉寇也成了反连极先锋 UNTV陈明言柯特璋台北报道